新聞 發話話 其實這個中正一分局被包圍 我看蘋果日報的社論 蘋果日報的民調是 多數人是不支持的 對 57比29還是多少 就是 快六成 六成嘛 就大概2比1 2比1 其實我內心也感受到就是說 有一點不安的氣氛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大家也都累了 對 這樣子 只是我覺得在這個時候 大家應該要思考的是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這麼憤怒 我覺得這個是問題的本質 我現在 還要思考一點 以前的 我們這整個的代議室政治 是不是有問題 你看以前任何的群眾運動 巴不得找一些政治人物 來幫我們支持一下有沒有 這次是叫 不要講說必如蛇蠍 避之唯恐不及 我有哩哩哩 沒有舞台 不要碰 真的 不要你們來碰的 這是真正的公民力量 那我回答你那個問題 其實這兩天我也一直在想 為什麼學生包圍中正一分局 他得到社會上的支持度 遠不如太陽花的學運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因為 台灣人做順民做太久了 就是說 我們就政治體制上來講 包圍立法院佔領議場 跟包圍中正一哪一個比較嚴重 佔領議場 當然是佔領議場比較嚴重 可是為什麼佔領議場大家支持 為什麼呢 因為警察機關 長久以來給我們的印象 他是一個維持社會秩序 維持社會治安 除暴安良 是人民的保母的單位 哇 你們這些報名 敢去包圍警察局那還得了 連警察局都敢報 對 那不是反了 錯 我剛剛講過嘛 佔領議場其實比包圍中正一更嚴重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不是所有佔領立法院的學生或者是群眾 都會被人民支持 是因為他的訴求是很清楚 對 好 這個回到這個訴求 我們最主要的訴求 你除了反服貌之外 還有我們最主要是要維護 維持我們原來的生活方式 所謂的台灣為 對不對 這個我們不要 我們的生活方式不想被改變 對 同樣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能量呢 是聚集了大家的一個支持 這個大家有共識 可是呢 你去包圍中正一分局 這個可能會改變我們的生活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希望這麼亂 我們希望是用 我們不希望我們的生活方式被改變 否則為什麼老是要那麼緊張 怕有流血衝突 會變成更大的一個暴動的方式 會讓我們覺得會害怕 人民會恐慌 會害怕 包圍中正一會改變我們什麼生活方式 沒有 這個會插槍走火 而且你這訴求 並沒有得到大家的認同 所以我說嘛 沒有得到最大多數的人 那個是潛意識在作稅嘛 就是我們認為警察機關是維持治安的 他應該是正方嘛 所以相對的去包圍他就變成反方嘛 就是他是正派 包圍的變反派了嘛 可是事實上 如果我們認同 佔領一場 有他憲政上的正當性 那請問 那天去包圍中正一有沒有正當性 可是我跟你講人民的感覺是什麼 你維立法院我們已經大家 因為你訴求正確支持了 那大家會感覺聯想是什麼 你不開心就去包圍 不開心你就去包圍 跟你不一樣你就去包圍 大家要在想啊 那我來舉個例子 所以為什麼我剛剛講說 太陽花那個會被支持 可是中正一分局支持的沒有那麼多 我現在是跟你講說 一般民眾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我們討論其實都一般民眾的想法 你的身邊的朋友裡面 一定很多人是反對 學生包圍中正一人 那請你和顏月色去問他說 欸 你為什麼反對 我跟你講百分之九十的大 那警察局怎麼可以包圍 那不是無法無天了嗎 那我請問大家 如果政府都可以被推翻警察局 為什麼不能被包圍 所以那個正當性 那我就舉一個例子 沒有 可是人民的想 不是人民啦 我也只能代表我自己啦 或者我有問過的人 大家民眾的想法會說 好啦 你怎麼可以不開心 你就會包圍 因為你在做完這個事情嗎 大家是可以認同的嘛 那這個連續這樣做的時候 人家會覺得不高興就包圍 那我就回答 那我就回答 那是不同的組織 不同的群眾 不同的訴求 沒有 我回答你的問題 你也可以不開心就去包圍 沒錯 但是你可以哭到人嗎 重點是在於 你這個訴求的正當性 你要有 我跟你講 沒有人吃飽這麼贏 沒事就去包圍什麼 立法院包圍警察 又不是逛街看電影 你以為上街頭很輕鬆 不輕鬆欸 就你的正當性 那我舉一個例子 昨天在中正健台 有那個白色的正義聯盟 你知道嗎 他們不是說也要發動群眾嗎 一開始是從反反服貌 開始到昨天變成資源警察 OK 我都同意 那其中有一位那個 偉忠兄 不是秉忠兄 我跟他同台的時候 我也跟他講過 我說你們也可以發動 50萬人上凱道啊 OK啊 昨天多少人 多少 兩千人 主辦單位宣稱兩千人 我是沒有去現場 我不知道多少人 但是那個畫面看起來 人真的不多 因為坐得人人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然我們也不是說 比人多 就是說 他群眾運動 社會運動 有幾個先決條件 第一 他先尋體制內的方式 用盡體制內的方式 已經沒辦法解決了 第二 他這個訴求 合理合限 那不一定合法 因為很多法律規定是不合十一的嘛 如果你沒有具備這幾個條件 你隨便去發起群眾運動 譬如說 我今天發動說 我們明天去包圍雲美人他家 我沒有人會跟我去 因為沒有正當性 對不對 我這樣跟你解釋就說 那剛才回到洪毅大哥講的 50幾%是反對的呀 對 就是 大家覺得是說 我補充一下我的看法好了 就是 張慶忠的30秒 那是懷差去走 馬英九長期的掌控國會 那是大家受不了 所以 學生是迫不得已 一定要衝進異常以後 才喚起全民的意識 已經有十九九 可能都會輕忠 所以大家支持 那就沒有辦法嘛 所以 那個叫做 反抗特權 所以大家覺得是 沒辦法 你特權已經把你壓死了 但是中正義這個 就是要挑戰公權力 就是說大家 那 將近60%的人是這樣想 為什麼 因為大家你看 在包圍中正義的那個下午 高家瑜就可以去質詢方養年 不是碰不到嘛 馬英九你碰不到 因為他就給你 他國際會議叫你到立法院 他也不來 所以就是不是只有這個救濟的管道 那 那個集有法的部分 是不是違憲 以及那個被壓迫的那個比例 不太一樣 就是說那個整個法 所以 為什麼民眾會覺得說 沒有必要 你可以去抗議 但是不要做到 那如果說這樣子的話 大家以後警察執法的那個公權力 變得是隨時可以被挑戰的話 大家會覺得 就像美燕姐講 可能會覺得說 社會比較不安定 可能另外一方面的人是想說 這個就是 對啊 就是說除了目的訴求之外 我覺得手段就是 手段是不是適當 或是比例原則 這個我覺得是 將來要從事社運的人 你自己要去想清楚 在這邊給從事社運的朋友們 至少在這個中信第三者的 那個解決問題裡面 要有三個 三個原則 叫做3T 三個T 就是Task 就是你的任務是什麼 你的Time 你的時間是什麼 還有你要用的Tool 包括工具跟技術 這些你都要懂 是 來 先休息 請往上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問一下蔡老師 這些學生離開議場之後 現在你們有定期聚會嗎 就是離開議場之後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 後續的工作要做 包含物資是 我跟大家講是八 九台貨車的 所以那個要清 那當然我覺得 對大多數的人 這二十幾天都是非常累 每天只有兩 三個小時 聽說每個都是想要 好好洗個澡 對 然後睡個覺 睡個覺 最常目前 醒了沒 醒了 還沒醒了就完了 不去月位看電影了 對啊 都已經手牽手了 可能要睡三天啊 你怎麼這樣說 三天也要生 你是說睡三天是自己去睡 對… 自己去睡 那像非凡就昨天回台南了 然後維庭也是 就是早上就回新竹 所以可能我們會沈澱幾天 然後大家會再聚會 討論後續的形狀這樣子 蔡老師 容我一點時間 因為我們最後一段 我剛剛一直講到 台灣還有很多獨裁的本質 留在內心 對… 大家請想一想 為什麼它叫公投門 為什麼它一戰五年 蔡老師在台台上 他可以好好去揹刷 好好去揹刷 他怎麼這麼難 對不對 他自己出保證金 去繳那個保證金 你要那個 申請要入權要保證金 因為我們有一個鳥籠公投啊 對… 那是剝奪人民的權利嘛 那這個在議會沒有辦法處理嗎 要趕快處理啊 這就是馬英九的獨裁嘛 因為他們多數啊 你怎麼處理 因為像那個公投門 或者是這一次我們的反對服貿的主張 也有人說要不要把它放入公投 但是我們擔心的 都是公投 還有它命題的差異 題目就決定輸贏 對… 所以我們很尊敬蔡定貴老師 不只是這一次 因為我覺得她是持續的堅守在那邊 想要表達她的立場 同時做出一些階段性的進展 所以我們開玩笑叫她Junior 因為呢 最主要提公投的是蔡同榮 蔡同榮死了蔡定貴 所以我們每次叫她 她的老榮死了 還有Junior 還有一個Super Junior在這裡 對… 這個也現在 我是打雜的而已 我不是… 9月18號 蘇格蘭要公投獨立 對… 現在大概五五波 對 快平手了 蘇格蘭才五百… 神康那來一定會支持 對… 他支持獨立的 蘇格蘭才五百萬人口 好… 那這個他獨立之後 可是他分掉 因為他的服務員比較遼闊 人口雖然少但服務員遼闊 他佔有石油、天然氣 非常好的港口 對… 所以如果是他獨立之後 這個英國的核子潛水艇 都要收尾 這個什麼 他的利益就缺掉一大塊 他很難再變成世界上 有辦法跟美國聯手的強國 這樣 可是英國有說 你敢公投我就打你嗎 沒有 蛤… 我問你 那… 英國同意讓蘇格蘭公投 蘇格蘭也公投 他有發生什麼事嗎 沒有啊 為什麼台灣的公投 要弄一個鳥籠公投 剝奪人民的權利呢 對… 克里米亞都可以做俄國人了 是啊 對啊 我是說 這難道不是馬總統的獨裁嗎 對… 那今天我們推翻的 就是這個獨裁而已啊 對… 對不對 對… 黃金平在寬你 我要寬給我們嘛 對 你為什麼要擠一些痠痠痠 很多人其實是這一次 才開始知道有公投盟這個組織 因為公投盟其實他們在那邊 已經做了五年 其實他們最大的訴求 就是公投法要補正 就是不要把這個鳥籠公投 不管從連署提案的門檻 到公投通過的門檻要降低 這不能透過在野黨的一個 沒有 修法沒有辦法 台灣的第一部公民投票法 是2003年11月通過 當時就是國慶星利用國會多數 訂了這個鳥籠公投的門檻 原本行政院版提出來的公投法 不是這個門檻喔 是當時國慶星利用多數 把它印加了這個鳥籠的門檻在這邊 所以你到現在 因為你國會沒有多數 你就沒辦法修正 100萬人連署 然後到行政院 那幾個人就把你否決掉 對… 這是什麼… 就是公審會那幾個 所謂的專家的意見 超過80萬 是… 是… 是…